Skyline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中文堂的正道系列 被把耶稣封闭在教会内 基督徒在这场上很常有着两种极端的操作倾向 第一,神论化 公司开张营业当天看到彩虹 就说是神对公司的应许 认为一切有神保守 一切由神供应 在这场中只讲灵性 敬拜传福音 清世业绩 以为敬前致敬顺利 我曾听过有一个金融公司的经理 每次在他办公的时间查考圣经 从不出外业见客服 公司业务一落千丈 结果他被免责了 成为这场的笑话 说他信耶稣信啥了 第二,把耶稣封闭在教会内 不让他见光 在这场中只讲生意 把圣经的教导放住在脑后 把基督徒出事为人教导 留在教会 两种态度 两种态度 两个面孔 两套行为 这场中一切重塑 真名多利 唯利是徒 这两种的操作 第一,神论化 佛第二,把耶稣封闭在教会内 都不是基督徒在这场上 见证荣耀神的态度 圣经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 这么说 无论做什么 都要重新做 像是给王做 给主做 不是给人做的 这场中最好的见证 是我们能尽忠尽首 把最根本的事做好 有人说自常如战场 那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要如何不把耶稣封闭在教会里 如何在自常见证荣耀神 我今天没有特别的点子 我只有有话直说 我在美国念书回来那年是1998年 也就是金融风暴过后的一年 那时经济数条 工作不容易找 因我在家乡斗湖找不到工作 我就别无选择的 接受了一个待遇 不大够支撑我在KK生活费的工作 我还记得当时 那录取我的那个在古境的区域经理 在我上班的第一天 对我说了这句话 他说 我是公司在KK操作的最后的一根草 做不好就把分行关了 因为在开业的那个四年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把业务做好 这包括那用办公时间查考圣经的那一位 这是总部给我们最后的一个通牒 那是我第一份工作 公司只有我进一个文言 再加上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又没有人在旁指导 在头六个月 不理我如何的努力 我的营业量是零 我还记得 我到基隆坡总部开会的时候 报告业务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是吃零蛋的 开会后 有一个高层的人 跑前来冷嘲乐奉我 叫我应该向谁向谁泄息 当时我真的很难自拥 但还是得拥忍 因为我没有其他工作的选择 那时我记得我还是一个初信子 我在上一次的分享 有提到我是为了引起 我是基督徒的女朋友才信主的 感谢主 他特别恩待那些初信他的人 因他知道我信心还没有扎根 他就用他的话语来兼顾鼓励我 记得那时的我爱神叹气时 神透过历代之下 十五章第七节向我说话 他说 当你们要坚强 不要胆气 因为你们所行的 必有赏报 神以他的话语兼顾我的一个星期后 神就给了我第一个客服 我破诞了 因着这个小小的突破 我很快乐就掌握了 这一行业成功的密切 在两年里 我把分行的业务 带到全国的头三名 我到基隆坡去开会 都有高层自动推荐 到机场来借我 到饭店的 这场就是这么的现实 我第一次体会到 有耶稣参与的这场 做事的成功力 费上升很多 工作 有它一定的难处 当我们藏狼时 我们可以寻求 神的帮助 千万不要放弃 打退骨糖 即满腹 落骚 神会给我们带来力量 这个毅力 会给我们在 长远里 带来成果 因着我持续的 有所表现 集团公司就把我 调任到另一个 业务更广的子公司 我当时事业一帆风顺 公司的业务 也真正的热伤 我的乐趣是来自 我事业的表现 有时 我感觉到我自己 已经天下无敌 不需要神 我也能办好事情 为了要得到 上市的尝试 最旷徘我的影响力 我开始会说服 总部贷款与风险 比较高的行业 风险高 肥仇也高 我记得 我有一次和另外一个 金融公司 竞争贷款一个 海印公司的货轮时 因当时我人事比较广 我占了先机 为公司 赢了自盘生意 我不可意识地向我身边人 夸现自己如何的厉害 用别人想不到的策略来胜出 我铺列了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三章 18到19节 这么说 谁也不要自欺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以为 自己在这世代里 是有智慧的 他就应该 变为一笨 好让他有智慧 因为这世界的智慧 在神看来 是一笨的 如今所记 他使有智慧的人 中了自己的诡计 诗篇 127篇 第一节也提到 我们需要神 在这场 与我们同行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计划 基我们所要大到的目标 来向他行求指引 以便我们不自偏移 自行苦恼 当我为我的战役饼 洋洋得意的时候 那是六个月过后 那货轮公司的业供 还不然慢了下来 就是他付他的供期 他的贷款的供期的时候 慢了下来 从一个月延迟到三个月 然后到六个月 到最后付不了 你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何事 这间船运公司 其实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公司 业务也操作了一段的日子 当人算不如天算 原来那艘船借了一单 在木材的生意 去了苏联 船到了苏联的时候 苏联过季郎解体 国家分裂 货印码头 不能够操作 货就是那木材 没有人起 船也不能离开 长话短说 我这客户的生意 倒闭 我银行支币账 也收不回来 这是我为公司带来的 第一个烂的账 真言书十六章三界的教导 的确又真又货的 经文这么写着 当把你所做的交托给耶和华 你的计划就必成功 这是我在自常伸言你 一大的功课 现在当有新客户 行问贷款时 我会先行求神 祈求神把不适合的客户 把他割离 把好的客户 把他引进 这个方式已保守我 在这场三十多年的操作了 因着这客户 明星的功课 本身对神的带领 去指导 有更大的领悟能力 因着神的恩典 业务做得更好 公司也给我更大的空间来发挥 让我从分行管理的质任到区域管理 虽然在这场上有了一番的作为 生活过得很平稳 当总结的 生命哪有一些东西是缺少了 不知少了某一样东西一样 心中有一个空洞 不是金钱 物质所能够填补到的 解开来说 我有快乐 当切发喜乐 直到教会推动 这个自常事工的时候 才知道神在自常 也有呼召 神呼召我们 把神的过度带进自常里 要我们在自常做光 做圆 见证祂的爱 经文在路加福音 17章21节 对此讲解得很清楚 经文这么说 所以没有人人说 上帝的国在自你 佛说在那里 因为上帝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 神不单止给我在自常有意向 祂话语里面的亮光 也开始在我心里滋长 我在自常上所做的一些戒策 是出人意表的 是破行规的 对我有很大风险的 当奇妙的是 当时的我很果断 很自然的在做劫持 现在回想起来 才会出冷汗 凭什么我敢做这么的决定 假如不是神的带预 凭我泻漏 我肯定不敢 也不会这么做 在自常里 每一个公司都有他自己操作的流程 银行也不例外 依照银行的操作流程 每一个casher在下班前 每一个casher在下班前 一定要把他们所持的那个 是很健康的 我记得有一天我银行的一个casher 几天没有来上班 因为这个casher 无故缺失了两三天 主管又联络不到他 我收到圣灵的起始 接定拿出他那个casher 出来 检查一下 当我一拿起那个casher 我就知道不妥了 因为箱子是轻轻的 就算没有开 用锁石来开那个casher 我知道在主管记录下来的 那个两万五千元 Linit Malaysia 现今已被这个casher 偷龙转缝地拿走了 经过千辛万苦 我终于连到这个casher的父亲 他听到这个事后 他刺激地说不出话来 依照银行的规则 我的立刻报警 不理当事人过后 是否会把钱严肃归还 这是属于私信案件 并最后就得坐牢 银行规则是一定要依法处理 很简单 以杀意 杀意敬拜 假如我不举报 我的饭碗 我的饭碗可能也不保 当时这年轻女孩的前途 好或坏的定夺前 是关乎于在我的街车上 报警 说不报警 对我来说 这真的是个很难的界定 在我四处为难的时候 神的灵提醒对我说 我何尝也不是曾领受过 神给我重生的机会 当我是罪人的时候 耶稣为我的罪 钉尸之驾 使我的失眠 假如神能够给我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在想 我难道不能给这个casher 同样的机会吗 在同一时候 这casher的爸爸 一直打电话 求我别举报 假如他女儿不能把钱归还 还给这个银行 他会想办法的带怀 我想假如女儿坐牢 做父母的 谁不痛心 谁不难过 结果 我做了决定 不举报 条件是 钱要在一天内 全部归还给银行 而casher要自动的辞职 过后 我才得知道 他当时的男朋友 其实他偷拿银行的钱 去还 还这个债务 在过去二十多年 我再没有见过 这casher了 知道几个月前 我在一个小的船馆里面 见到他 他不知道我在附近 当时他带着两个年幼儿的孩子 看似很幸福 我二十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 我在想 假如我当时举报的话 今天的情景 今天的情景 不会有 当年会心生 宽恕 是我自己 已领受到神的宽恕 我才会 生这个 灵缅之心 经文在 哥林多后书八章七节 这么 欠免我们 而且 你们怎样在信仰 言语 知识 殷勤 和你们 对我们的爱心 都付诸 友谊 你们也当这样 在这恩惠之事上 付诸 友谊 再次我要先声明一下 我对这事处理的方法 不一定是对的 每一件事 都有他独特的事发经过 我这处理的方法 是经过多方面的思考 去祷告 请求神的指引的 大家请不要照单全收 有些情形 是地窃 需要举报的 在面对困难 接受时 求神给智慧 在这场上 依照神对个人 负招来行事 的确 会带来 触付意料的喜乐 既满足 有一年 我推荐 银行 给了一家公司 几百万的贷款 以便 该公司 可以匡障 让他产品的生产量 这家公司的董事 我还记得是由丈夫及妻子组成的 当那个管理层 却是那位先生一人 就是做丈夫的 太太是个家庭主妇 照顾两个孩子 很不幸的是当安装这个机械的时候 去这个机械试跑的时候 做丈夫的不小心 掉进了这个机械里 被压死了 我还记得当时 在这个商礼上 这位妈妈 涌着两个 很小的幼童大裤 长面使人心酸 出息的人 都能感受到 这个寡妇的悲痛 现实 很快的就临到这家庭了 因着太太是个家庭主妇 不懂如何经营丈夫 留下的生意 公司的经营就开始出现问题 尤其是要 赏孩子币 新机械的几百万的贷款 半年过后 银行就照 行规 出信 追讨这个欠款了 更着就发告票 给这也是担保人之意的 寡妇 我看到事件的进展 就产生了这个体数之心 我就建议 总部暂停发这个告票 给寡妇 一年的时间来重组 公司的业务 当总部看不到这公司的出路 就急接了 我当时 不知何时来的勇气 也不知在哪里来的勇气 对公司下通告说 假如银行 不给这寡妇一年时间 我便辞职 没想到我这一招 起了作用 银行批了我的建议 神也给了我智慧 如何的帮助这个寡妇 与其他的商家商讨 共赢使用这个新的机械 共创一个双赢的机面 在一年里 这方法果然有果效 寡妇公司的业务被翻转过来 后来金融的贷款全部被付清 那寡妇 过后也成为了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 二十年后 我收到了一个请测 那在商里的奇异小男孩 长大结婚了 那天 我为我自己骄傲 感谢神使用我在职场上 帮助别人 那种喜乐及满足感 钱买不到 以赛亚书一章十七节这么说 歇息行上 行求公平 帮助受欺压的 替孤儿申烟 为寡妇 辩妇 彼得前书三章八节也说 使徒彼得欠基督徒要体恕别人 怀有弟兄之情 临免之心 所以在至常 体恕之心不可无 有了体恕之心 就是在完成完美的立化 让立化建立在体恕之心上 是爱的基础 这样的基础 能够抵挡风风雨雨 能够战胜困难 也能完善这个爱心 让爱心在这场发挥 更重要的作用 我们怎样这样做 必能见证我们的神 我也在此 劝告大家 不要用辞职来威胁你的老板 大多的时候是不管用的 有问题 先沟通 沟通一下 会比较好 神很注重我们在至常的事工 他使用我们来展示他对人的爱 及他的大能 我记得有一个别间银行的经理 在被延长工作两年后 公司在没有延长他的任期时 神给我一个念头 叫我去证聘他 叫我帮助他的家庭 因为他孩子还在念书 那时候我的心有点犹疑 我担心已经62岁的他 佛喜已经没有这个冲劲了 当神提醒我 可由他来领导一个年轻的团队 因他拥有很好的经验去人脉 当时我对他说 我没有足够的预算 来付给他退休时的相同的工资 我只能给他以前的一半 课业是一年 他不需要到公司上班 他只要带他的团队 他的队员和他之前的 现有的客服喝茶吃饭 帮他团队和客服 建立关系就可以了 他听了我说的条件后 他对我说 他需要钱来支助 他的孩子去深造 所以就答应了 四个月后的一个清早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电话说 这位员工 他心脏病 一下突发 气势了 我心里当时很难过 感觉到自己 没真正的帮助到他 寄他的家人 事后一个月 我收到了银行 人事部寄来的 一张几十万元的支票 是那离世员工的保险赔赏金 在我脑海里 我从不知道 在给他的荷业里面 有这么大的保险额 他太太来领起这个支票时 边流泪边和我说 他先生从来没有买保险的 假如我没有聘请他先生的话 孩子的教育会 不知何去何从 几个月后的某一天 这妈妈带着他的大女儿 来我办公室 来告诉我 他这个女儿 两天后被出过深造 这趟过来是要他的女儿 来亲自向我道谢 我记得 我还为他们祷告 弟兄姐妹 朋友们 这不是神的作为吗 不理我们在自常的任何 岗位 神都会使用我们 成为别人的祝福 假如我们愿意的话 神也使用我们在自常 传扬他的福音 有一位我刚带领 接受耶稣的某个银行的经理 约了一位他很要好的朋友 出来喝加杯 目的是要介绍耶稣给他 因为这个银行的经理是一个初信徒 他担心他不知道如何传讲 这个福音 他约了我 他学了我 是希望我能够帮助他 讲耶稣 见面的时候 我这位刚信主的弟兄 就很自贱的 很助消失的传讲耶稣 而他朋友 却无动于衷 反播他所说的每句话 我这弟兄最后说了满座都是口水 也如这个老储拉乌龟一样 不知道如何着手 杜朗坚 今天圣灵启示我 叫我问这新朋友 他是否思念他的妈妈 我有点犹豫 我讲圣灵啊 这是真的 是你要我问的吗 但我还是顺乎 我开口后 我自己都大吃一惊 传福音和思念妈妈 是两肥事 为什么问这无厘头的问题 当让我们更刺惊的是 这新朋友突然不再反驳 而静了下来 他的眼角开始有这个泪痕 一下子后 他对我们告白说 他父亲至少就离去了 他们的这个家 他是由妈妈一手 支撑这个家养大的 他们的生活过得很苦 当他有经济能力 要抱他妈妈的时候 妈妈已经离开世界了 这个遗憾到今天 还在他的心里 我就告诉他说 只有耶稣 才能弥补这心灵的空洞 长话短说 当天他就接受了耶稣了 假如我们愿意 邀请耶稣在自常 与我们同行 我们就能体会到 神在自常的真实 在自常里有很多的人 内心深处都有需要 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他们 你愿意成为耶稣在自常的管道吗 在自常里 我知道有很多以佛出 见证耶稣的基督徒 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很好的 初四代人都是一流 当可惜的是 他们缺乏这个灵门一脚 那就是忘记使用这个优势 刻意传讲福音 给这些对他们印象很好 还没信主的员工 或者是同事 supplier 还是周遭的人 Shelley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主妇 丈夫因一策的意外 失去了她所专长的职业 不当如此 她的儿子也因癌症 年轻时就离世了 她唯一的生计 就是帮人修补一些的衣服 有一天 我很如常地把一些需要修补的裤子 到她的家 跟她交代过后 她就送我出她家的家门 在吃房的一个角落 我见到她种了一些青葱 在那些旧的蛋荷上 我就问她 是否特别爱吃青葱 她说不是 她说她种这个青葱 是有特别的目的的 她解释说 每一粒葱的果实 代表着 她已经传了福音 当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某一个人 因这个青葱需要水来生存 她每天都为这个青葱来浇水 她边浇水就边为那人祷告 原来她用浇水这个琐事 来提醒她 记得要为某人的救恩祷告 一个自己都需要人帮助的祖父 却没有被困境所击倒 反而不顾艰难的默默的付出 带人归主 他没忘记他那爱主的初心 在我还没有结束之前 让我与你分享这个小故事 有一个人养了多年的个子 就是Pigeon死了 他很伤心 他不想把这个个子 把他土葬 他想给他佛葬 把孤妃把他杀回那个大海 让这个个子 回到那个大自然母亲的怀抱 整知道那晚一儿 越烤越香 然后他就买了两瓶的啤酒 很多事情 我们走着走着 就忘了初心 在自然上的每一个我们 这包括家庭祖父 退休人士 机械生 我们都是很忙 既有很多 私事要处理的人 当Sherry在她自然 刚为的生命 从廊了 那叫我们要见证主 竟愿意在自然上 传福音的初心 这是因为 有像Sherry这样的基督徒 我才有机会 得到主所赐给我的福分 我认识 既接受主耶稣 是后知后界的 我接受他时 我对他了解不深 只听闻有他 知道他所做的一些 所谓的神迹奇事 与他共行了一段热止后 我才自己体会到 他果然名不虚传 很多时候 我们不需要 要100%的明白 某些事 我们才会去做 这好比如 我们买机票出门一样 我们不需要知道 飞机师是谁 那飞机的年龄是 多久 我们才做界定的 我们只需要知道 我们的目的地 机票价格 以及那航空公司的信义 就是那reputation 我们就可以做个 定波了 是否要信耶稣 也是如此 你已知道 你以后要去的目的地 那就是天堂 在市场所得到的调查 对耶稣有很好的评价 有很多的like 要得到是已经超过2000年的 饼台所带来的付份 又不需要付出一分钱 是免费的 如此的优惠 去哪里找 耶稣所示意 我们的平安喜乐 在苦难中 随时的帮助 是没有其他神 所能给的 我不想你们 以我一样 后知后觉 设弃先机 所以我愿 把我的神 耶稣推荐给你们 假如你今天 愿意接受耶稣 为你个人救主的话 请以我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不能自救 我需要你的恩典 在我的生命里 我相信你为我 被钉在四肢架上 并从死你付佛 请你原谅我的罪 并用你的爱 来充满我 今天 我把我的生命 交托给你 并结定只跟随你 奉耶稣名求 阿们 假如你已经与我 一起做了以上的祷告 我在这里 要恭喜你 今天你已经得了永生 有了永恒的盼望 在主你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我们的团队 带会 会和你联系 帮助你在 耶稣里成长 弟兄姐妹 朋友们 假如我们不把 耶稣封闭在教会 邀请祂进入 我们的智常 祂的灵会 叮营我们 在非常地时期 做出 触夫意表的劫持 见证祂的荣耀 彰显祂的作为 有耶稣同在的智常 不是一个战场 有耶稣同在的智常 是一个使我们 重新得利的智常 我们就好比 鹰一样长次上腾 奔跑也不困见 行走也不疲乏 现今当我 回顾耶稣 祂所做所为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跑的智常 智常的路径 是地满神 给我的 自由 在此我也愿 你们的智常 充满神奇妙的作为 通过你们在 智常的好见证 让更多的人 愿意接受 主耶稣 阿们 朋友们 如果你已经做出了 以上的祷告 那我们要恭喜你 因为你做出了一个 最好的决定 你的生命 从此不再一样 有耶稣 与你同行 那你也可以扫描 这荧幕上的二维码 填写你的个人资料 以让我们能够 进一步地带领你 更加地认识耶稣